这下面说这一段的意思 意味 法藏四十八愿 习皆圆满 愿中所写一切之法 习皆云荣无碍 成就世间自在往复之过去 古云一切自在 世间自在往复 是法藏菩萨的老师 他的修修 文法 法语 成就 是老师教他的 所以他的成就 也就成就老师的国具 老师的国具他做到了 用老师的国具做自己的阴地心 英语国马 他成就了 古云一切自在 清朝 彭基钦居士 于此经文呢 也有神经 彭基钦居士这些文 多半都在 他注写的 他注写的 无量寿金 其心论 这是他的注写 法藏 法藏已无量显 法无量月 其无量显 无印了 无不 夜夜趁 真如法界 我们从这些文 能够看得到 彭基钦居士 对境中的造诣 他能说得出这个话来 法藏已无量显 这无量是他显 神显 神光无量啊 就是还原观上所讲的 寒荣空游 大臣教的常说的 新宝太师 亮州沙界 他是这个显 发无量月 无量月 只为一桩事情 前面在经文上都过了 一切借臣佛 这个愿还得了吗 愿病伐借 虚空借 一切众生 统统臣佛 他确实是向这个目标 去走 向这个道路 究竟圆满 臣佛之道 这是尽宝 这是尽宝 那其无量行 无量行包括身与义 其心动念 是义的行 行为 言语 言语 是口业的行为 一切造作 是深业的行为 无不一夜 趁 正如发解 啊